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方决定对在受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 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再次表示中方的制裁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 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 中方决定对美方有关人员实施制裁 是对这些人在受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错误行径做出的回应 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 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 必须强调过去几年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对华偏见仇恨 策划推动实施一系列疯狂的行径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也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中方已经多次指出 这些反华政客必将为其疯狂行径付出代价